和上一期我用要税钱来买奥特曼考包视频说的一样 我这期视频真正要用5块钱来买奥特曼考包了 我想了好久用这5块钱到底买些什么考包 才能猜出一些比较好的卡 才能不亏呢 我先把钱给老板吧 老板老板给你5块钱 今天咱们用5块钱要税钱来买些什么考包呢 我本来打算是买一包5元包的 虽然说5元包里面能中USR签名卡 如果要是我没中的话 中了一张SR 那不是亏大了吗 那我又决定买5包1元包吧 可是我又想了一下啊 一元包里面虽然是说能中男GP的 但是如果要是没中 那也是很亏的呀 而且一元包中好卡的几率很小 一盒才能中三张买新好卡呀 于是我想了一下 哎呀我不买了叫老板退钱 把这5块钱退我 我去买点那条吃吃不香吗 哎呀还是算了 刚刚已经把钱给老板了 我也不好意思让他退呀 那我今天的话就选择 买两包这个两元包 咱们挑一下 然后再把一包一元包 挑一下挑一下 希望我今天用5块钱要去钱 买到这三包卡包 能拆出一点稀有卡吧 直接在这里 把这卡包全部给拆掉吧 先拿一元包 看一下 S2 两元包 S2 最后一包 SP SP S2 今天用5块钱要去钱 买到这些烤包 全都是中的废卡呀 老板老板 这些烤片还给你 把5块钱退给我吧 你都开了 你想什么 老板不给退呀 我可以帮你把5块钱放进去吧 我可以帮你把5块钱放进去吧 字幕 李宗盛